开头先说 大陆的武警 武警海巡船 已经进驻在 台湾海峡了 就说之后 台湾这边吓到 解放军军舰在花莲外海 在台湾东部 西部有武警船舰 那这边陆委会紧张啊 说 保持规则海峡中线 结果那个 那个 大陆的国台办说没有海峡中线 台湾属中国领土移驻喷 所以没有海峡中线 乌龟开始害怕了 没关系你继续 你现在就继续抱安培的大腿啊 去拜连堂嘛 在中正金念堂去盖那个 这个安培进山的那个 哎 那个林堂啊 你赶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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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靠看安培能不能 显林来救你 这个 这个是温水煮青蛙啦 蹲乌龟 不是蹲青蛙 台湾这边是一个 被温水蹲乌龟 快要被武桶的 一个一个一个摊子嘛 讲过那乌龟会爬出去 爬出 外面逃走了 青蛙就煮死了 那 另外一只 乌龟啊 我前一集提过了另外一只乌龟 一直狂蟹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日本现在狂蟹 其实日本鬼精家族为什么要玩阴阳节你知道吗 我前面讲为什么他要让安倍晋三玩阴阳节 安倍跳出来嘛他马上接受受礼 我要玩阴阳节为什么 他其实在找解药 就我前面提过了嘛 这个话要从明治维新那个时候说起啊 那个时候 我讲过他最早他就已经在偷中国很多东西了嘛 偷学啊 尤其那个鬼精家族 偷学之后 表面上说 他是 正宅之宝是学到家思想 只有半套 只有半套 而且还只是老子的 但不管怎么说呢 那毕竟还有用 毕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但他心里想的是其他东西啊 他想的就是从 中国 不只是各种文物啊 重点他拿的那个保 保卫就不是跟你讲吗 商鞅变法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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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赞 这个才是了不起的 但是他 他又不 他又不露啊 因为就是为什么他不露 就是前面那个高沟黎的事情嘛 他学的太敏感了 然后就一直被揍嘛 但 但他 日本人搞不懂啊 他到底是 偷了什么东西 他就把那个 他认为是商鞅变法厉害 但他不敢马上露出来 他看到高沟黎 他以为高沟黎是学那个 其实根本不是 他学 高沟黎学什么 我以前讲过了 我不提 因为他是东夷易卒嘛 看到东夷易卒一个个被弄掉 不然然后有一个称臣的嘛 那他就 说归壳躲 躲很久 然后偷中国的很多东西 看到 商鞅变法 这才是 肯定是宝 把他锁起来 知道 可是中国人知道怎么办 等他不会之后 我们后代子孙就可以拿出来 到最后 我们皇家就可以取代他了 嗯哼哼哼哼 中国就完蛋了 嗯哼哼哼哼 还有这个心理 所以那时候明治维新的时候 看到犀利东间了 看到欧洲人崛起 这种机会来了 这个时候可以挑战了 然后你中国应该是不会有维新 因为都失败嘛 我前面讲过 中国的改革变法都失败 拿来一用 那个单药 那个大力丸就拿来吃下去了 然后再吸收西洋的东西嘛 对不对 他真的是鬼金哦 他不是只 他把中国的东西当垫底 但是他吸收的是西洋的东西 就是表皮是西洋的东西 里面是中国的东西 就是商鞅变法 搞明治维新 他迁都了 还破迁 还破迁 我已经讲过了 真的是乌龟啊 真的是鬼金啊 是鬼金 他一切机关 叫机关算尽了 你那个首度一定要签 心音流 那真的是知己知彼 然后 也从中国历史抠图 他知道 知道中国人的东西 表面上可能是 可能有问题 我一定要从历史抠 这才是真的 对对对 你抠的是真的 你直接从历史去抠 那个商鞅变法东西 是真的 然后抠出来 然后再 为了慎重其健 步步慎重 你看到没有 改变体质 慎重其健 然后明治维新把西洋的东西 拿过来镇住 就算你这个东西有问题 我也有西洋的东西给你均衡掉 他就这样 一切就这样 可是还没有到战败的时候 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我认为就是 因为我在黄大物件第一部有写 他其实就是在明治的晚期 他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就有点感觉他底下的那些 改造的东西有点不受控 因为拼命捧他 他感觉药性怎么那么强 真的叫鬼精 他真的叫鬼精 明治晚年就出现 所以那个时候 证据就是那儿育元太郎 他想要趁着日热战争结束 把大量的日本人移到东北去啊 叫做叫开拓 他马上吓到就不要 他把额育元太郎给他fire掉 哈哈 然后禁止去移民 因为他知道移民肯定会出事 肯定会出事 因为他知道他的那个 我讲过他那个新鸣流乌龟 一直伸一直伸嘛 手脚一直伸啊 就好像我上次展示过 我那一只乌龟了嘛 他也是新鸣流 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趴在那石头上 手脚弯头 我说你不会伸断掉啊 哈哈 好像很亢奋 手脚跟头就 那四肢都一直往外伸 尾巴也拉得长长的 我说你不会断掉啊 然后他那个好像伸到没力 趴在那个石头上面 快快快挂掉了 手一起抓全部收回去啊 我说你是不是蜥蜴假扮的 哈哈哈哈 你这只乌龟是不是蜥蜴假扮的 当时那个名字后起就发现 是这样子 拼命往外伸 拼命往外伸 那各种的那种 那种大发之舞通通出来了 那名字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但是所以到了大镇 你可以看那个大镇 他就装白痴嘛 我讲过他拿着那个 我在黄沙武间里面写的 那事实也是 他拿着那个望远镜 卷起来去看那个 这个议员 他其实目的就是什么 其实他不是真白痴啊 他不是真白痴 他是不许装白痴 他知道说 可能有问题哦 有问题哦 但是什么问题他还讲不出来 一直到 到了糟头的时候发现不对劲了 那个汉奸跟 那个军国勾结了 拼命把他拖进来啊 你不移民啊 硬要移民嘛 一移民那个日本的那个金元 那个人力的根本就开始闪掉了 就开始乱了 而且我不是讲过了 淫乱之风从那个明治后期就开始了 明治时期就开始 淫乱之风闹起来 到了大镇特别严重 然后淫乱之风还是小 刚开始卸金元而已 就是刚开始第一次拉锡 但是还是很强壮啊 还是很强壮 可是 我在房大五件前也写过 他最后发现不对劲了 拼命一直往中国跑嘛 原因我提过 他赶快找三本五十六从后面炸 把你拖回来 因为他手脚不受控啦 他这个手脚以为自己是头 我要升龟头 拼命的往中国那边咬 然后中国那边又是一只 那个什么 我讲过断水流乌龟 对不对 护在那边咬咬咬咬 结果两个人还结合 把他一直往里面拉嘛 那整个 整个日本的民族人可能就会解体掉 如果又大发嘛 你又是大发之物 对不对 以前那个满洲人还保守哦 保守到最后还不是水解 而且你的汉化程度更严重 那你说我有西化 这就是他先前垫底的那一个嘛 把中国的那三边把那抠出来的大力丸 养了很多年的正宅之宝 把他吃下去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西洋的那个来垫底 他认为有这个垫底 绝对没问题 连垫底他都想通了 真的是狡猾 鬼精真的是鬼精 垫底之后 然后可是后来黄道无间第一步 我讲过了啊 到最后发现不对劲啊 拼命回撤啊 回撤 回撤不了怎么办 人家就炸了 就挑起太平洋战争嘛 用三分五都去挑嘛 挑了回来了 只有说回来了对不对 美国人炸炸炸炸烂掉了 终于 手脚剁掉了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看你那个 昭和的那一张圣子 那个圣子还在想违新 还在想违新成果 他认为应该不会有错啊 只是只是中国人捣乱 他认为只是中国的中华民国汉奸捣乱 对没错 是中华民国汉奸捣乱 没错 这确实是中华民国汉奸 去勾引你们那个军国主义 一直在闹到你不得不战败投降 那 可是回来之后 昭和不是他认为 我这个明治违新一定是没有错的 我的黄爷爷明治违新 绝对没有错的 虽然说已经有点疑惑 他认为只要把军国给他去掉 跟美国在那边磕头 磕头 磕头就可以重新再起来 晶圆又会起来了 可是结果你知道啊 结果你知道啊 那个 其实泡沫僵尸经济在昭和晚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日本一下发展的很快嘛 因为他那个药性还在啊 一下发展的很快啊 发展一个垮一个 发展一个垮一个 所以到最后 昭和晚年就已经出问题 人家说昭和男儿啊 你确定昭和那个一定是男儿吗 是啦 那个时候还有药性嘛 你日本还有晶圆 其实那个时候他发现已经不对劲了 到了平成的时候 彻底知道不对劲 彻底 彻底知道完蛋了 那个 那个精液一直外泄 那个晶圆 乌龟的晶圆外泄 我讲过 你还好 你们有一千多年的那个 皇家的那个累积的功力 上层的功力 你不然的话 你会泄到马上跟他 泄到王国 泄到王国 可是他现在还在泄啊 现在还在泄的原因是什么 他可能最前一阵子 才前些年他才想通啊 我发现是前些年他在想通的 他认为那个老外的那些 西方文化的那些底 可以拿来对冲中国的那个 那个什么明智为信的强烈要性啊 就是三更变法那一套的 旁门走道强烈要性 可是 这个三更变法这个是中国人淘汰的旁门走道嘛 你西方的欧洲文化 他不要美国的 他欧洲的 你西方的那些欧洲的文化 是老外改造的 犹太老改造 那也是旁支系统改造的 交给野蛮人去发展 你以为他是自圆系啊 你以为欧洲是自圆啊 完全不是啊 犹太老偷给他们 让他们去改造 那就改造两层 犹太老改造一层 从真正的古文明是 主要是那四个嘛 他偷到了只有那四家嘛 那 改造一层再改造一层过去 结果你拿来的 又是旁门走道 然后两个旁门走道 互相对冲 要性更强 他不知道 可能前一阵子他知道了 然后就开始狂泄啊 再泄啊 泄到现在终于 你看 平成年轻 加速 加速外泄 力量外泄 连韩国都竞争输了 甚至连台湾小乌龟你都输 我现在有看到那个之前马英九刚上来的时候演一出戏 派一只小乌龟船去抢那个钓鱼岛 那日本人吓到 说我们不能够撞外国船 然后呢在那边闹嘛 那时候打水仗 你知道吗 台湾这边假动作 他也假动作 两只乌龟对咬的力气已经这么弱了 养殖乌龟对咬的力气 结果现在中国的海警罩就闹他们 他只能只能在旁边看了 前一阵子前一阵子不是闹得很很难看吗 直接军舰开进去了 中国俄罗斯军舰都开进去了 他只能在旁边看 那这是必然的信 他早就知道那个 你兴起一个就垮一个 他看到山井山林 东芝 什么五田之药 还有以前的很多的那个 日本的大型的那个产业 一个个垮嘛 平成宅男令和废物啊 那个令和 那个平成一看到就吓到了 他是要说那个药性还在泄哦 一千多年 从明智维新那个时候 到他现在还在泄 他以为可以过去了 他以为这是不同的时代了 过去了 你怎么能过去 你还想过去 你完了 你那个明智维新 那个大力丸吃下去 你万万没想到 那个就是让你一直狂蜑 狂蜑 狂蜑 然后你再加西方文化的东西 想要对冲 对不对 结果那个也是旁门走道 继续狂蜑 狂蜑到现在终于是 我前面讲那是贪卵的 无归了 现在换中国人 要笑他了 你说你是鬼精 你在中国旁边一千多年 你不知道中国人想要什么吗 不知道老师想要什么吗 先前明智维新很消 对不对 迟下去 所以难怪有一阵子我想 为什么日本人 那个他们在掀起一股 说法说你中国人的历史 哪有一个是真的 我在想会不会是你平成 派底下的人去讲的 你中国的历史哪有一个是真的 你去抠那个 商业变法来当你的明智维新啊 还不要给别人看到 嗯呵呵呵 现在换我们 嗯呵呵呵 呵呵呵呵 你继维新啊 哈哈哈哈 那现在还在那边 你中国历史哪有一个是真的 是真的啊 怎么不是真的 是你自己看不懂 那个秦朝统一天下的那个基底 完全不是秦朝人去干 秦国的人去干的 好好讲过了 是你自己把它连结过来啊 这个结果你把那个原因给它连结过来 认为这是英国啊 好像也是确实也是 是英国 可是底下有铺了一层你不知道啊 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铺好了 就知道两千多年后有一个人要上当 哈哈哈哈 你再怎么鬼经也要上当 你看啊 明治为新 现在终于一直外泄 怎么办 所以回到刚才 他为什么要搞阴阳节 他看到你中国人搞阴阳节 因为你中国也有 也有近代的这些变化嘛 他认为你在调整 他又要再继续抠毒 给我解药 他吃解药 他知道西方文化那个东西也是 庞治系统的东西不可靠啊 底下的人都认为很很可靠 所以日本底下的人西化 可是那个鬼经 你说你 他确实是鬼经啊 你说你是鬼经 那你现在还要继续吃西药吗 吃那个美国鲜丹 欧洲鲜丹 他看到他 我认为他什么都行 他看到欧洲人开始衰弱了 跟整个欧洲文化乱七八糟 他们以前常常会派他们的那个什么王子公主 去欧洲留学 他们公主很多去英国王室那边学 认为欧洲的那可以 那个鬼经家族的公主 好像他们的那个 那个皇子好像也有 也有去留学 那你继续去拿那个英国鲜丹 欧洲鲜丹来吃吗 他还知道美国的不可靠 他要去欧洲的去 去学 所以真的是鬼经 可是问题是他也是庞子 而且是犹太老在改造的 除非你去迦南留学 你去迦南留学也没有用 首先第一个犹太老比你高明 他不教你的了 他偷东西他不教你的了 他不讲的了 偷谁的他都不讲的了 第二个他 他犹太老也是庞子 他也是庞子 所以 所以你 你能学什么 所以他到过来又在偷老师的东西 给我解药 我有解药 你要解药 所以阴阳节就是他找的那个解药 再继续抠头 看中国人的什么东西 我吃下去他转 因为他狂泄不止 日本的国力狂泄不止 迎风 乱七八糟 宅男废物 他只有一个漂亮的表皮 他自己心知肚明 说你是G7 了不起的 可是 你跑到G7那边抱大腿 又发现 你那个G7的时候 欧洲国家跟美国通通衰弱 通通 他们 他们也通通开始凋零 找不到了 偏偏在找解药 一直啪啪啪啪啪 脚软继续找解药 给我解药 在中国历史上面继续找解药 所以找到阴阳节是吧 阴阳节是比较高高干的 稍微算是了 算是了 但是你认为他那个是能够 一个是急性的 那个阴阳节也是急性的 你认为这两个药性是加在一起 能解吗 能解你那个狂泄症吗 也许啦 也许可以 刚开始看他后面怎么变 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想一件事情 真正的看你鬼精 你自称你是鬼精 那个我是不会教啦 但是如果我是你 我会赶快让台湾被武统回去 然后 我要迁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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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再拨迁一次 你从 迁回哪里 迁回京都去 我不要东京了 你之前曾经那个 日本的 有人 有 有一个人提过 那个人是不是跟你那个田弄鬼精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 但 但他提出来的那一个东西 我说他还算点在行 倒是指出了一个 一个你一条 缩回京都去 回去当千年乌龟再重新养元的一个 一个 一条路 赶快回京都去 然后把那个西化的那些药把它刮掉 哈哈哈哈 中国的有些旁门所道也要刮掉 哈哈 我是你我要赶快清掉汉奸 因为什么东京 东京太多汉奸了 而且还有 汉奸后代 还有军国余孽 你这个时候要赶快跑回去 跑回去 然后把他们封锁在东京 不要给他们出来 不要跟来 哈哈哈哈 再给他跑回去 田弄跑回去当支那建树 所以我前面讲说 我是支那建树 你也是支那建树 但是原因是什么 因为田弄为什么 因为他狂蟹啊 他继续从中国历史上面去 在刮解药 给我解药 我想到以前那个武侠片 那个用毒的 他不是有人被控制吗 就是因为他吃了毒药 那武林盟主 每个人各大门派掌门 都吃到毒了 你要继续活下去 你只能从定时 在我这里拿解药 哈哈 谁叫你先前要挑战武林盟主 先前一天 结果搞来搞去你中毒了 你中毒了 那不是我 我叫你吃的那个毒药 是你自己把它吃下去的 还跟我 嗯 我要取代你了 现在换我 嗯 解药在这里 所以我是你 我要前都回 回京都 然后刮干净 刮得干净净 明治维京给它切断 直接把它斩断 那你所有的人脉 给它斩光光 重新 啊 从日本的最基层 去找一些可可靠之人当新贵族 你只剩这样 只剩这条路 随便 它很难 它很难 原因是现在那个 那个 所以它 搞阴阳节的原因是这个 但是你那很难啊 你为什么 你迁都回去 叫他不要跟来 他们一定会跟来的 一定会跟来 而且还有美国佬 对不对 最痛苦的是还有美国人 你在政治上面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玩 就在你这搬封建搬殖民地啊 主权不完整啊 国家有其他国家的军队 而且人家在这边有自外法权 对不对 然后又又又狂泄 然后整个社会都变成这样子了 颓废了 做一个僵尸经济 现在日本真的可悲到什么程度 他们赚了 赚了钱基本要无私奉献给美国啊 保留你能够 基本运转的功能就好 只有一个漂漂亮亮的 叫做高房价高物价 说这是先进国家 你看你们的人民 拿了这些钱 在国外 你们的薪水高 可是你在自己国家 本土内 生活困难啊 那你说你跑到外国去 我有这边的钱存好去 外国去生活 你在外国你能适应吗 比方说有些日本人跑到中国大陆来 你也不是怎么吃香的嘛 因为你会的东西我也会啊 反正中国人会的你不一定会的 这个行业 所以那个他们现在只有 这一波跑到大陆去赚钱的那个日本人是谁 现在只剩下那个娱乐界的 就是那个我上次讲过了那个什么唱歌跳舞娱乐界 以前搞他们那个漫画动漫的 啊 跑到大陆去做做事 男生女生都有啊 他都跑到外面去 还能不能再卖个记忆啊 弄弄弄弄什么玩意儿啊 啊 还有时候这样啊 你现在 所以那个鬼精哈 你说你是鬼精 我几年前我指过嘛 指安培 我说你是 你说你是有意 你怎么没有喊天王万岁啊 他就喊了 那我就讲 现在直接对你那鬼精家族讲了 你说你是鬼精 你怎么不迁都回京都去呢 他很难 他浑身都是那个 邪气了 谁叫你先选他 明智为心 啊 把旁门着盗的东西拿过去 正派的东西你不要啊 把旁门的着盗盖住 这是宝贝 啊 现在来看他怎么收拾 我告诉你那个平成令和 再下一个都还不一定能收拾完 这个你看从明智以后的这样子 你看这样一路一路 你看你那后遗症有多少年 前面墙一下子 哦日本先进国家 日本一几棒 哈哈 现在你后面会 你看看了 韩国人怎么期待头上你头上 而不是中国人期待你头上 中国人不觉得期待你头上 我们不一定期待你头上 我们只需要 嗯 这样就好了 然后你 让韩国人去 韩国人很想要去骑 所以这一次我上一次想的 韩片肯定会拍了 我在想会不会拍 如果那可以去 去找一些人告诉韩国人 他一定拍 肯定拍 甚至你不用去找 去告诉韩国人 他自己都会去拍 他自己会去拍 他肯定有人想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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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